这样子剪出来我们才会有个短到长 可以喔 那这边呢你会说 嘿老师我要剪多长 这边麻烦你 它的长度要比背长 不可以比背多 所以我的背再一半 那这边就要多元化 可以按照 好在剪的同时呢 只要发现你的狗没有站好 要往上往看 好剪一半 那比它长喔 来西瓜节往外走 可以吗 你没有跟画得很像 好所以再量一下 有比它长 舒适不见了 再修一下 西瓜节往外走 西瓜节往外走 所以我的重点是在这边喔 就是在那边 好下一个 好45度角 我们要剪去这个锐角 它的才会圆 所以这个角度怎么抓 45度 把排数放着平 这样子是90度 这个 90度 8 7 6 5 4 大约45 大约45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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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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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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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那它是最多兩條線的 把這兩條線收掉 後腳的軀度就出來了 好,下一個 好,這個是第七、第八刀 對不對 對 好,這邊 所以有沒有發現你們撿過的地方 不要用手去摸 這樣的時刻可以保留住 好,把它連接起來 這邊毛比較少 這邊比較多 好,這邊都留緊 把它連成一條線 好,下一條 這個也是內側的線 伸直器這邊 為了要讓裡面看起來更圓 更有這個運動感 所以這條線 這裡要收一個五度 看起來會比較硬 等於是貼得緊 這個都要緊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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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的時候這個是有分數的 好,下一個 這個就是第七的部分 好,我們 老闆 我們要做的